吉昂的乐曲 高亢的笛声 万马奔腾的战争景象 借着打击乐与国乐团的奏鸣 辉红的战争史诗仿佛乐出曲谱 让观众深入奇境 这是台湾国乐团为迎接40周年 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30分的 国乐合奏新据点演出所进行的排练 看到有一些团员他是40年就在这个乐团的 那也有很多虽然不到40年 大概都在30来年的这些团员们 他们依旧牵手他们的岗位 去用音乐来展现他对于文化的坚持 跟把这样子的音乐去做一些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讲实在话演奏这件事情 它是要有体力的 这次演出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蛮大的挑战就是体力 因为他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 他其实就像跑什么跑跑端跑 就算用百米的速度跑1000公尺 他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讲实在话是非常辛苦 但是在这几天的排练里面 我发现我们慢慢越来越有默契 然后音乐本身的整合就越来越契合 所以对他们愿意这样还坚守岗位 愿意付出 我真的说实在由衷的感谢 那这一次很开心可以跟玉婷老师 一起合作乐团40周年的音乐会 那这一次我要演出的曲目是叫 《风铃火山》这一首作品 这首作品是由我们乐团集乐演奏员 张旭老师所创作的 它是运用了离销不同乐器 及不同调性的笛子来展现 其实因为作曲家他本身是打击演奏员 所以其实在这一首的配置上面 集乐演奏部分是蛮吃重的 整个乐团的占的比例 就是集乐的乐补它是写的比较满 所以我们在演奏上面 就是尽量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对聚呀 或者是音量的控制 都需要特别的小心配合这样 因为它比较困难的一个点是 它《风铃火山》 是不同乐器跟不同调性的笛子演奏嘛 所以在不同乐器的转换之间 可能口风口琴跟手指的控制都不太一样 就是变成每一次要换笛子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点时间去让它准备 我们才会在演奏下去的时候 才会让整个乐曲的氛围会比较好 高龄70的林玉婷老师 秉持着对音乐的热忱与初心 坚守指挥台 期待新据点的舞台 点亮新一代演奏家的新星 也让观众一同回顾往日精彩与经典的国乐风华 那我们国乐团一直是用音乐来述说 我们台湾最美好的故事 这个传统一直都没有变 那这一次新据点的音乐会 我们也希望用刚刚讲的四个音乐家 四个作曲家 用事事如意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比较有吉祥的话来对我们四十周年的活动做开场 这是因为它以新据点为标题 最重要就是把他们这几年得奖的这些 首奖的这些演奏家们 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们 作为他的核心主体 那一般来讲任何一场音乐会的时候 会找两位协奏的诅咒 就是演奏家 读咒家来参与的时候 已经算是非常态 就是说一到两个 超过两位基本上很少出现 这次四位基本上来讲 我们这次非常的重量 对指挥来讲也是辛苦 对乐团来讲其实也很辛苦 因为要互相的协调 它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这一天排练下来 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作品 我们磨合起来效果都非常的好 如果你今天心动赶快行动 因为再不行动 没机会了 不要期待的听录影带 一定来现场来欣赏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美妙的一刻 第一次曾恩老师在音乐上 就直接的合作 其实这个感觉 就是好像很熟悉 但是就跟在学生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好像一起在共同创作一个 很好的一个音乐作品 那感觉是很感动的 很感人的对 就排练因为其实这个台湾国乐团 在国乐团里面的其实都是我的老师辈 包括我自己的杨琴老师 也是在乐团里面就是演奏这样子 所以其实来的时候是很紧张 但也很兴奋的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 其实听到了很多声音都会让我觉得 就是很期待跟乐团的静奏上面 就会觉得很兴奋这样 所以其实我在排练的时候都会一直 忍不住而想笑 就是觉得真的很期待这次的演出 1月27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 然后是在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 欢迎大家来听 事实如意呈先起后 在这场音乐会 台湾国乐团展现多年来傲人的育材成果 新生代国乐演奏家与作曲家携手合作 展现生命中遭遇的快乐与苦痛 传达出内心的各种情绪 最终带给听者火光温许的力量与启示 台湾国乐团40岁 生日快乐 记者林奇慧丁克宇台北报道